当我们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虽然华国锋曾是国家的领导者,但他的夫人却以其低调和朴素的生活态度成为一个特例,他的生活看似平凡,与普通市民没有什么不同,每天骑着叮铃坐响的自行车,整天笑迷迷的,可谁能想到他曾是新中国的第一夫人,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趣事呢?点个订阅不迷路,带你探索不一样的世界。 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1949年11月下旬,华国锋与韩之郡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举办婚礼的那一天,两个人邀请了一些相处不错的亲朋好友,整场婚礼没有精致出彩般的布置,没有山盟海誓的誓言,也没有花钱月下般的浪漫,办得既简单又热闹 介绍双人认识的田泽仁也以正婚人的身份出席了这场婚礼。当他宣布典礼开始之后,身为新郎新娘的华国锋与韩之郡便对非毛主席向三鞠躬,随后再向其他相亲父老进行行礼,就算是证实了双方的夫妻关系。 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之中,华国锋与韩之郡羞羞涩地讲述了二人相识相知及相爱的过程。 虽然讲述的内容极为简略,但是从二人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感情真的很纯粹,就这样在大家的见证下和一连串的祝福声中,华国锋和韩之郡开启了长达六十年的婚姻生活。 韩之郡,作为一名出生在贫困农村的女孩,韩之郡自出生之后便一直过着贫穷且快乐的生活,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结束了村子中的安宁和平静。 作为禁察继抗日根据地的核心位置,韩之郡所在的村庄常常会出现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身影,村中的居民们也纷纷加入紧民兵,复联组织。 就连年纪上小的孩童也自觉地参与进儿童团,想要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父母也是共产党的一份子,父亲更是当地县镇游击队的大队长,因此韩之郡一直向往自己也参与进革命事业, 也正是父母的革命精神在小小的韩之郡心中种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 韩之郡在面临送去儿童团时,态度很是积极,每天都坚持不懈地站岗,放哨以及送信, 凭借出色的表现,韩之郡很快便成为了儿童团的指导员。 等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韩之郡的母亲便将其送往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 韩之郡深知想要更好地参与进国家的建设就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于是便积极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并且在15岁的年纪就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份子,正式开启了自己革命的岁月。 在成为共产党员不久之后,韩之郡非常热衷于从事文艺事业,也喜欢登台表演,收获他人的肯定。 此时的韩之郡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的文艺事业会在机缘巧合的状况下,让自己结识到未来携手一生的爱人,华国锋。 提到华国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光荣事迹,尤其是当初,我国进行了拨乱反正行动,并顺利地恢复了国家政治生活及党的正常秩序。 在这场行动中,华国锋主席可谓是功不可没,在华国锋主席的一生中党和国家始终放在了第一位。 执政期间的他为国家呕心沥血,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进展,大力发展国家经济,积极开启外交政策。 这一切的起因便是其在少年时期所许下的誓言,那就是以自身能力所集之处,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华国锋出生,1921年2月16日,随着一声婴孩的啼哭声响起山西省郊城县的一个制格工人家庭中,增添了一名新丁,家中长辈见后大喜。 为这名男婴启名苏助,希望其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有能之人。 在父母精心的培养下,苏助很快变到了上学的年纪,苏助的父母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于是便咬牙将其送到了学校中学习良好的知识。 在学校中年少的苏助了解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动荡和欺辱,便开始关心国家的发展和前途,担忧百姓的生活和状态。 可是当时的他知道自己年纪上小,想要改变现状,只能发奋努力学习,在不远的将来贡献出更有力的帮助。 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破了这片土地上最后的宁静。 在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恶行之后,苏助便立志抗日救国,为了将日本侵略者赶出这片土地,苏助成为了抗日游击队的一份子,至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确定了自己所走的道路之后,苏助还在同年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在整个革命工作过程中,为了迎合工作需要,苏助还将自己的姓名改为了华国锋。 从此便顶着华国锋的名字,走完了自己剩下的人生道路。 在成为一名忠于党和国家的共产党员之后,华国锋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在年少时期所立下的实验,面对党所指派的任务也一丝不苟地完成。 也正是因为跟随地位机关的迁移,华国锋在梦宪所举办的一次文艺演出中,见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韩之俊。 机缘巧合成恋人。 在和韩之俊的第一次相遇时,华国锋就被舞台上热情表演的他吸引住了目光,见到华国锋目不转睛的样子,坐在其身旁的战友便起了介绍二人认识的心思。 于是,在演出结束之后,直接找上了韩之俊的舅舅田泽人,希望对方能为好友华国锋牵线搭线。 在打听了华国锋的为人之后,田泽人十分的满意,于是便找到了韩之俊询问的意见, 在得知对方和自己都是具有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之后,韩之俊也愿意与其见上一面。 就这样在田泽人的安排下,韩之俊与华国锋进行了私下见面,等见面之后,韩之俊对华国锋的为人很是满意。 就这样,二人在情谊互通的情况下迅速地坠入了爱河。 在交往的期间内,韩之俊和华国锋谈论最多的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及党的建设和发展前景。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的理想和精神,认为对方就是自己想要共度余生之人,于是便决定携手踏进婚姻的殿堂。 在得知二人修成正果之后,双方的亲朋好友都十分的开心,毕竟在两人相处的这一段时间内,两人的情谊都被大家看在眼里,因此便积极地为二人布置了婚礼现场,和当时绝大多数的革命青年一样,华国锋和韩之俊的婚礼布置得极为简单。 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浪漫因素,然而对于二人来讲,来自亲朋好友的祝福便是婚礼上最浓重的一抹色彩。 等到二人正式成为夫妻之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华国锋并不能陪伴在新婚妻子的旁边,但是理解自己丈夫的韩之俊没有丝毫的怨言,反而积极地鼓励丈夫将自己的重心放在革命事业之上,也正是有了韩之俊在身后的默默付出,华国锋才会安心地投入进组织所派遣的工作。 就这样,在组织的派遣下,华国锋进打算南下去视察当地的激情民调。 得知消息的韩之俊二话不说,就收拾了二人的行李,告别了父老乡亲,坚定地跟随着华国锋踏上去往南下的道路上。 这一路上,华国锋和韩之俊走了近两千多里的路程,足足横跨了半个中国,他们是边走边进行整讯。 这一路上经过整讯后,被压迫和奴役的老百姓总会洋溢起充满希望和向往的脸庞,更有甚者在得知自己不会被奴役之后感动的热泪盈眶。 虽然在南下整讯的道路上,华国锋和韩之俊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是只要想起老百姓洋溢希望的面庞。 二人就感到无比的幸福,或许是对湖南地区抱有热切的希望,在此后不久,华国锋便接受派遣,成为了湖南省湘音县县委书记,在这个职位上更是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当时的湖南酒精战火的洗礼,很多地方经济萧条,抬眼望去,更是满目疮痍,得知自己身担重任的华国锋没有被面前的困难打到,一扎头便投身进了工作当中,由于自己出来乍到,对任职地区的情况并不熟悉,为了尽快地上手工作,华国锋常常十天半个月都不回一次家。 身为妻子的韩之郡,根本不会抱怨,因为他也十分的忙碌,丈夫忙于考察,他便忙于宣传,也是忙得跟个停不下来的陀罗似的,整天都不着家,哪怕当时的他已经怀孕,也不曾停下自己的步伐,没过多久,二人的长子苏华出生,可是忙到极点的夫妻二人,根本挪不出太多的时间来照料孩子,于是便经常将小苏华交给老乡照料。 就这样在夫妻二人共同的努力之下,许多地区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就连毛主席都高兴地亲手执笔写下鼓励的话语,由于华国锋的能力出众,其所在职位也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位置。 直到华国锋当上主席之后,韩之郡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反而变得更加沉稳低调。 平凡的生活 1980年,华国锋卸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后,夫妻俩回到了北京,过上了平静而安逸的生活,韩之郡继续以低调为人,几乎不露面,他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过着自己平凡而安逸的生活。 尽管丈夫华国锋于2008年离世,但韩之郡仍然健在,目前已经92岁高龄,他一直保持低调,并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在家中过着宁静的生活,不与外界频繁接触。 尽管他的相夫教子的岁月已经过去,但他的精神和品质仍然在人们心中闪耀,韩之郡以他的坚韩和善良的品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的生活可能看起来平凡,但他的内心世界却充满了温暖和爱,他的低调和纯真让人们对他心生敬意。 在华国锋和韩之郡的婚姻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相互支持和共同成长的重要性,他们彼此扶持,互相关心,在困难的时刻一起度过,并且相互信任和尊重,他们的婚姻是一段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诠释。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婚姻中,相互理解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政治斗争,经济困难,还是家庭问题,夫妻之间的默契和团结都能够帮助他们战胜困难,共同度过各种挑战。 华国锋和韩之郡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明白了婚姻中的珍贵和重要,他们的爱情和支持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要相互扶持,相互违伴。 他们的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使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照亮身边的人,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温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要性和意义,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贡献,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华国锋和韩之郡是一对伟大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充满了爱和奉献, 他们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启发,让我们明白了婚姻的真谛和生活的意义,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让我们向华国锋和韩之郡致以崇高的敬意。 感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带给我们许多的启示。 感谢大家